六甲菇的高水母油 也比方為蛇蟲之王 每年從五月開始 也是六甲菇的環節期 所以收集光蠟素的地方 就能發現這六甲菇的現象囉 是六月份 事實上我們在五月份的時候 野外就可以看到我們獨角仙的成蟲 那最多的時候是六七八月的時候會很多 尤其是在我們這低海拔的山區 有光蠟素的地方特別容易發現 這幾年因為光蠟雄 向重東住重環境保佑 所以也載進很多光蠟素 欠很多六甲菇來這裡進行環境 不過都民眾發展在山下道路的水營燈下 竟然發展大量的六甲菇死在裡面 郭建宏公所也準備適合來改善 獨角仙它趨光性這個是它的天性 尤其是看到這種白色的水銀燈 對它來講是一種很致命的吸引力 所以我們可能會考慮看看說 有沒有其他的燈具 可以來在獨角仙比較密集的地方 我們來調整這樣的燈具部分 郭建宏的六甲菇素量是越來越多 郭建宏公所農經科長順目的標示 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這個部分的話在 坎頭廁 永光這裡跟華山還有華南跟桂林 是比較容易可以看得到獨角仙的蹤影 也是一個親子戶外教學最好的教室 如果我們經過這個區域的時候 車速盡量是要放慢 避免去壓到這個 我們有甲蟲之網支撐的這個 是一個台灣的獨角仙 六甲菇有的當地交配 有的當地燒爬 頂頂的味道就頂很安靜 這個新台奧妙一直跟七月都可以發現 不過也需要大家的愛心保護 才可以讓這六甲菇的生命 延續下去 其中真心藏不到